日本科学家近日预测那2000万年后的人类模样,长得像一个豆子,先不说2000万年这么长久,是否还有人类,以及人类是否还需要依靠肉体,这在现在都是个谜。 如果现在的预测还有意义,那么2000万年这个时间段在长,也得今世之勇。 是的,得大致符合进化论的理论,从图片上看,这个所谓的预测,好像是什么娱乐节目,右上角还有嘉宾的头像,实时显示嘉宾的表情,并不是非常严谨的科学节目,所以可能只是一个学头。 从进化角度,图片里预测的人的形态是不合理的,我们先从人体本身的进化角度来看这个问题,人的头可能是越来越大,但是可以看一下,人的下巴的位置,实际上是由肖和骨的位置决定的,而且人类说话的时候,肖和骨是要动的。 所谓的2000万年后人的下巴的长度太长了,似乎把整个肋骨都包进去了,不说结构上下颗骨,要怎么把其他骨骼都包裹进去,到时候人怎么说话? 人的头骨,其实顺着骨骼的问题,就可以发现这个所谓的预测实在是不靠谱,比如说整个头骨的宽度太宽了,难道头骨还能把肩胛骨包进去吗? 到时候是不是一动胳膊就把脑浆绞成一团? 实际上,虽然在进化的过程中,人类身体的骨骼大小和位置会有少许改变,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,骨骼的拓扑形状,还是不会发生本质变化的。 所以这张预测的照片实在是不靠谱,人类的骨骼形状,而且随着人类食物来源的丰富,人类越来越不需要在身体上储存脂肪。 虽然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肥胖率很高,但是我相信这只是在时的现象,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对于肥胖的观念和控制手段,会让人类摆脱肥胖的困扰。 我相信对于未来人类来说,身体的灵活才是主流趋势,所以图片里面的人跟球一样,本质上也是不符合这种趋势的。 就算人类可以自由改变身体的形态,但是只要人类的审美没有本质变化,就不会变成那个样子。 我们应该相信几千万年之后,人类会拥有一定程度上,改变自己的身体形态的能力。 人的审美也会跟现在有所不同,但是应该不会有本质差别,至少他们应该不会主动把自己变成手脚活动都不便利的形态。 这种形态,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效率,人类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。 如果单纯说,人类的肉体形态上说,以下的一些预测,相对还是靠谱一些。 虽然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,这些颜算不上好看,总之,变长的四肢,变大的眼睛,退化的发生器官,等等。 这些推测相对而言,比较合理的。 但是实际上我认为人类很有可能在长久的发展中,千万年这个级别的,逐渐不再需要用体作为制成,更多的会用生化,机械的形式,来替代自己的身体。 当然,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的想象力,可能就不太足够预测未来的样子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! 谢谢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